朱古力慕斯 朱古力慕斯 大家可能經常都覺得 總是要去酒店吃自助餐 才能吃到的 其實真的簡單到無論 在家製作 五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怎樣製作 現在就告訴你 材料有 70%的黑朱古力 忌廉 雞蛋 砂糖 雲呢拿香油 就是這麼多 做法真的非常簡單 第一件事 用雞蛋 放在其中一個碗裡 我們只需要蛋白 所以我們要小心地 將蛋白 分開和蛋 就是這樣撈一下 就可以分開它 好 然後 把它打到氣泡 令到它有少少泡的樣子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加少少糖 然後把糖的份量 分開三次 加進去 令到那個 直到那個蛋白 拉到一個角粒口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下一個套 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 製作 放在另一個碗裡 然後呢 照版煮碗 又是把它打到起泡 好 忌廉點 為之打好呢 你就可以把它打直 調轉 它都不會掉下來 那就為之打好了 好 接著呢 真的非常之簡單 然後我們把這個 朱古力粒 留起 少少 我們先磨碎朱古力 待會我們做裝飾的 然後呢 我們就要做一些 整容一些朱古力 怎樣整容它 當然是用一些簡單的方法 微波爐 我們盯著它 十秒 拿出來攪拌 再盯著它 十秒 再拿出來攪拌 千萬不要一次過 太心急做太久 因為它會焦的 然後呢 我就把 少少 的 蛋白 噴入這個 朱古力裡面 攪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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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再將 令到它稀一點之後呢 然後呢 就將全部的朱古力 倒回去 這個蛋白箱裡面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將我們的 雲呢拿香油 放進蛋白箱裡面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剛才打好的忌廉 放進去 把它拌勻 記得要輕手 哦 太大力的話呢 就會 弄走 裡面所有的氣泡 那一陣間 那個 慕斯 出來呢 就不夠鬆軟的了 然後呢 現在呢 就是你的最後機會去試味了 那你就拿一點 你覺得不夠甜呢 就加多一點糖 當然要加一些 譬如糖漿 容易溶的糖 如果不夠朱古力味呢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加一些 朱古力粉 不是平時 用來喝熱朱古力的那種 是 Coco Powder 可可粉 這樣呢 就會令到 它的朱古力味濃很多 然後呢 我們就將它 放進一個擠袋裡 放進擠袋裡 我們這樣把它 這樣就不會漏出來的了 好了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擠進去 你喜歡的容器裡面了 我們剛才這樣 把它拔出來 就搞定了 最後 我們將剛才磨了 那些朱古力碎呢 就搞定了 這樣 這樣 這個 極速的朱古力沫士 就搞定了 這樣 這個